5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举行新邮发布会 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0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介绍 70年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1.63万亿元 有力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吴英杰指出,70年来,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群众安全满意度保持在99%以上 我们坚持中央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 持续接批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 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吴英杰介绍,70年来 西藏经济社会也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 增加至2020年的1902.74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321.5倍 人民生活水平也全面提高 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98元 比1959年的35元增长了416倍 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15年公费教育深入实施 去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5.03% 新增劳动力 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1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去年达到99% 谈及医疗卫生情况 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沙拉表示 西藏目前初步建成了覆盖区 市 县 乡村的 五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形成了以农牧区医疗制度为基础 大病保险为补充 医疗救助为依托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医疗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通过完善培养体系 深入医疗人才组团式园藏 开展三级医院对口帮扶 实现了大病不出自治区 中病不出地势 小病不出县区 结合肝炎等这些病 是奢查全面完成 特别是困扰西藏各族人民 千百年来的一些地方病 比如像大骨结病 比如像包虫病 高原性风食病等等这些 就是说是它影响很大 这几年在国家关心下 我们突出地把这些地方病 做到了全面的诊治 齐扎拉指出 十四五时期 西藏将侧重投资 生产文明建设 民生领域 社会治理 边境地区建设等方面 他坚信在各方支持下 西藏的生态环境 民生改善 脱贫空间巩固 乡村振兴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和全面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